哪些动作或哪一些不良的习惯 是引发腰椎盘突出的一些高风险因素 可不可以跟我们解析一下 这里我们先跟大家讲一下 就是我们的腰椎 其实它的压力 其实在不同的姿势下 它腰椎肩盘的压力 其实是很大的不一样 比如说我们现在站立的时候 我们的腰椎肩盘 假设是100来看的话 我们身体如果说有点往前倾的话 假设请节比较多的话 它这个腰椎肩盘这边的压力 就有220 但是我们如果说它做的时候 做的时候其实腰椎肩盘的压力 其实比站的时候还大 大概是140 当你做的又有点请节的话 它会到275增加很多 几乎快增加到两倍了 比如说我们拿一个20公斤的东西 我们原本腰椎压力只有100 拿20公斤的东西 结果变成是210 这样的压力 但是如果说我们今天如果说前倾 前倾的话 拿这个东西又前倾的话 它直接就变成300多了 所以这个压力就更大 最麻烦的就是很多人 就是常常闪掉腰都是在什么姿势 就是弯腰搬东西 甚至这个搬东西的时候 又转身将这个动作 它的伤害更大 所以我们常常要怎么样 就是预防这个腰会受伤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 我们的蹲下的动作 搬东西的动作就有点像 那个举重选手这样子 我们这样两脚撑开 两脚张开 然后这个腰一定要打直 这个收这个垮 这样整个这样子 要被一定是直的 这样拿东西 这样拿东西比较不会伤到腰 因为腰这边是直的 如果说你这样弯的话 这很容易伤到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平常要注意的动作 是这样子 非常感谢吴医生的示范 好 那我接着下来就想请教说 如果我们万一不小心发生 腰椎盘突出 或者是说坐骨神经痛 有什么样快速的整副方法 可以来帮助病人 来快速缓解疼痛 我想大部分人都不希望开刀 我们用这个方法可以来避免开刀 腰椎间盘突出呢 其实就是刚刚讲就是 脊椎跟脊椎之间的距离太近 导致这个挤压 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 可能你因为你的动作 比如说搬东西的动作不良 可能会导致你的椎间盘突出 临床上我常见的另外一种情况就是 比如说他的腰太直 腰椎的生理弧度其实是有一个弧度的 这弧度如果不见得变比较直 他的脊椎的间距也会改变 然后会受到影响 这种患者很多 那为什么腰椎会变太直呢 其实我的观察有几个主要的原因 一个刚刚提到就是说 比如说他习惯坐椅子这样 屁股往前身体往后这样倾斜的坐 倾斜的时候这个腰椎的弧度 弧度变得太直 它就慢慢的变得太直 另外就是一种情况 比如说他坐小板凳 或是两脚 两脚两腿蹲在地上 蹲在地上的时候 腰椎的这个弧度变得比较直 这是比较常见的 所以我们常常就是有遇到那种 比如说卖菜的 卖东西的一些人 他把东西摊在地上 常常在卖一些东西 他常常就坐小板凳 或者说常常就蹲在那里 这样的人 他其实腰椎 常常会腰痛 所以遇到这种腰太直的人 或者是刚刚讲的 追满突出一些闪到腰的人 我们怎么样改善呢 我们的原则就是 既然他突出了 我们把这个距离 还是把脊椎这个距离 再慢慢再把它拉开一点 这样的话他的被压迫的这个腰椎 就可以慢慢稍微比较伸展开来 给他一点空间 所以我们的方法就很简单 我现在就示范给大家看 假设我现在是绑在膝盖的下面的话 这样绑住有什么好处 你在绑好之后 你在做抱膝的动作 力量会比较好施力 也比较不会乱出来 比如说我们现在这样绑好之后 我们这样躺着 一开始你这个动作 你先做一个热身的动作 然后这样子抖 让你的腰椎的空间稍微撑开一下 先做一个热身的动作 这样可以做个20下 做完之后你这个手 可以抱着膝盖 或是抓着你的这个绑带 然后呢 尽量让你的那个脸靠近你的膝盖 这样做 能做多少就算多少 尽量能够一次能够多做一点 做这个动作呢 它可以让我们的髋关节 这个骨骨头这些关节呢 能够做一个调整 此外呢你在做这个动作 抱歇的动作的时候 你的背部的脊椎 你的膀胱筋整个都被拉撑 这个时候不只是拉撑到你的腰椎 连你的颈椎这边 也可以做一个拉撑的动作 我们临床上遇到有个患者 比如说他骨盆歪掉 骨盆歪掉之后 他背部的肌肉就会一边高一边低 你在做这个动作呢 多抱几次之后呢 你会发现他的背部的肌肉 高低的时候呢 他慢慢的他就平了 这动作确实是非常好的 那我们做完这个动作之后呢 我们会建议呢 你在你的腰的地方 再给他做一个 比如说放一个腰枕 把这个腰再把它顶上来 把它顶上来这样子 那顶上来之后呢 你这样的话 刚刚的脊椎是 刚刚脊椎呢 是我们刚弯曲的时候 对不对 抱歇的时候脊椎是往后 然后你腰部再放一个腰枕的时候 你的脊椎是往上 一个是往后 一个是往上呢 你的脊椎一下 一下一上的时候呢 这个时候呢 你这个脊椎之间的一些 深层的肌肉韧带 就会被撑开 就会放松 脊椎腰椎肩盘突出 最麻烦的就是 它的紧绷是在深层的肌肉韧带 也就是在脊椎的比较深层 这个时候这个地方呢 其实我们用推拿按摩的话 要把力道推进去的话 需要一点力道跟难度 可是我们这样一个脊椎的 像拉筋一样的伸展的动作呢 可以把深层肌肉 就可以把它撑开 撑开之后 它的肌肉就可以慢慢的稍微 比较开一点 开一点的时候 它关节的活动比较顺畅的时候呢 它压迫的情况就会减轻 这个时候它那个椎盘突出 所导致的做食肌肉症状 就可以缓解的比较多 是这样子 刚才吴医生您在示范的时候 我就有一个问题想请教您 就是您刚才用的这个都是木板的床 如果一般民众在家里有可能是它是弹荒床啊 或者是比较软垫子 这样也可以吗 会建议稍微硬一点做会比较好 但是如果说床太硬其实做起来不太舒服 你可以在地板用瑜伽垫 铺给瑜伽垫 然后来做 那刚刚我们这样子做20下之后呢 最后呢我们还要做一个收尾的动作 这个收尾的动作其实也是跟刚刚一开始的热身动作一样 我们抱完之后呢 最后再做一个收尾 把身体再缓和一下 那我个人比较习惯的是 做完之后呢 我会再做一个动作就是 左摇摆 我经常在睡觉前会做这个摇摆的动作 因为这个摇摆的动作非常舒服是 它可以把腰椎的肌肉韧带 做一个简单的一个放松的动作 今天遇到有些人可能是腰椎 他已经开过刀了 他有装了一些铁的一些金属的东西在那边 这个时候呢 其实你让他做刚刚的抱戏的动作 其实有时候他不太能抱或会不太舒服 但是你让他做这个动作其实也可以的 这动作其实很缓和 可以让他脊椎周围的肌肉韧带放松 是非常舒服的 你这个角度有时候也可以大一点 甚至可以扭到我们的上面的胸椎这里 是非常好的 甚至像我有时候还会做一个动作就是 我们这两边的咖骨上下的洞 上下的洞 当然这个时候你可以就是不用绑这个绑带 就直接上下的洞 那急着这样上下的洞的时候呢 这时候你两边的咖骨会上下移动 上下移动可以把这个骨盆做一个调整 甚至呢做完之后你两脚可以开一点 这样子左右的咬摆 这时候可以把你的这个骨头 框框骨这里 这里给他做一个放松的动作 其实这一条前你做这个动作呢 其实会让你的腰背这个地方很舒服 有点可能一天工作完之后他 他其实站着他搬重了 他腰有时候会不舒服 你让他做这几个动作舒缓一下之后 其实他也会很好睡 也会很舒服的 是这样子